中華民國跟宏都拉斯正式斷交 結束長達八十二年的邦誼 宏國才宣布完斷交訊息三個半小時 轉頭跟中國火速建交 相互承認並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台宏斷交導火線 就是我國拒絕金錢外交 宏國去年向我國要求新建醫院經費 四千五百萬美元 水霸經費三億美元 還得低力承接宏國二十億美元債務 但我方援助有通盤計畫 拒絕直接給錢 宏國要錢不成 三月再度發函要錢 還把醫院跟水霸經費大幅上調 四千五百萬跟五千萬美元 紅方跟我們提出來要蓋醫院 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 這個價格的這種方式 感覺上他們是要錢 直接給錢的這種方式 這個就是有點像是賄賂 宏國十字大開口 要七百四十三億新台幣信件曝光 三月七號發出 卻隔了六天十三號才傳給臺灣 隔天宏國總統推特就發文 打算與中國建交 壓縮我方反應時間 其選在蔡總統出訪 友邦過進美國之前 中宏密謀建交 政治操作痕跡明顯 中國不斷利用各種方式 打壓臺灣的國際參與 我們從不應威脅而退縮 我國幫交國剩十三國 未來除了維持邦誼 更要跟美日澳歐洲等國 強化合作 讓臺灣用另外一種方式 突破中國封鎖 三十五禮拜見 有部Essential的TELVADO 三十五禮拜見 有部Essential的TELVADO